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宗成 今天是2021年的10月5号 那个24节气里面秋分已经过了 也就是秋天的中间已经过了 那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冷才对 可是天气很异常,非常非常预热 这几天一直要下雨很闷热,非常非常闷热 跟雨季又不太一样,因为它是非常预热的天气 尤其是这个节气里面,蟲子都应该消声匿迹 什么资料啊这些东西 会叫的蟲子应该都到土里面去了 准备过冬了 可是相反的,今天中午不但烈日 晒的浑身都是汗 然后那个蟲子的叫声,片部 那个资料的声音还有其他的蟲子 蟲子叫的目的,它不是密实,而是要求偶 求偶的最后目的就是要产卵,要产生下一代 然后不管是埋入土里或者是沾在树枝上 或怎么样都是这样,可是照理说秋分以后不应该有蟲子在叫 可是天气非常热,每天热到什么程度 我每天煮一大锅的一大壶的开水啊,大概3000cc吧 每一次一牛饮就是1000cc,一下就喝完了 所以每天都觉得供不应求,只能直接买矿泉水喝了 连要冲个咖啡都太热,因为心急喝不了热粥 今天这个言归正传 今天跟各位聊一个小舒服 就撒尿打含金,俏皮话,撒尿打含金小舒服 什么叫小舒服呢? 耕度糖嘛,输出输入 我喜欢很多东西,我好奇的东西我就想学习 今天讲一个我今天的心得 因为天气太热,什么都吃不下 你想要吃饭时间你就觉得发愁了 那因为我有控制饮食,所以我不会吃什么太好的地方 而且现在餐厅不能在里面进食 你要拿出来吃,拿出来吃的话 晚餐基本上我都自己原来很简单处理 现在太热 我今天突然想到前几天在电视上 看看如何做烹饪的节目 各地的吃,介绍到广东的粥 那里面他们都巨细迷遗的交代 怎么做,拍摄都非常好 我觉得我喝过最好的粥 大概就是在上海的时候 上海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个所谓的阿姨 阿姨就是那个佣人 就是照顾那个洗衣啊,什么烧饭这些的佣人 在上海地方叫阿姨 那个阿姨煮的粥非常好吃 但她不是上海人,她是浙江人 浙江人,农村的 那她煮那个粥我看到真的是,真的漂亮 你拿那个碗盛着,不管是你拿那个清瓷的碗 或者是你拿白色的碗 你装的那个稀饭,就是那个粥 那不能叫稀饭,就是粥 它每一粒米都裂开的,爆开的,非常漂亮的爆开 而且整个的那种稠度非常的粘稠 我问她说,这是不是糯米 她说,不是 我说,那这是什么米 她说,就是大米啊,普通大米 我说,那为什么能够把这每一粒米煮开 她反而很疑惑地问我说 那你们的粥,难道米不爆开吗 真是这样,真是不爆开 那个我们的,我从小喝粥,虽然也有爆开过 但是,不是那么粘稠 好像那个像糯米那么粘稠 结果我问她说,怎么做 她说,这个要熬很久 那我说,怎么做 她说,男人要学这个干什么 这女人,她说她从小的时候 很小,她们在家里面 很小就帮忙家里面,就是熬粥 就是有小孩子在做 大人不做这个,因为这个很耗时间 但是细节她就没讲 她完全没讲 这男人不用学这个 你要喝粥,我就熬给你 就这么简单 但是我很想学这个know how 一直没机会学 后来因为各种原因 你不可能有长时间在熬这个东西 结果我前几天在网路上看到 大陆吃在中国那一类节目 舌尖上中国那一类 那一类吃的节目里面 就介绍广东粥 各个地方的人都使出浑身解数 来介绍他当地的那个地方风味 地方风味菜 结果在广东那边的人介绍 我们这个广东人的那个煮粥的方式 非常特殊 那我今天就试了 非常成功,所以跟各位分享 怎么做呢 以前我都是把那个米洗好之后 然后加上水 然后直接煮 煮到后来就让它开了 开了就这样而已 所以那个米永远开不了花 那要怎么样让米煮开花呢 其实方法也很简单 你先把米洗好之后放旁边 然后你另外煮一锅水 那个水的比例是 跟你的米的比例是一样的 然后你煮一锅水 等到那个水整个沸腾之后 它水已经滚了以后 你还不要立刻让它滚一会儿 让它水整个滚过 滚过一会儿之后 然后你就把那个米直接下下去 米下下去之后 然后你就开始拿勺子 就开始和 顺时钟 不管是顺时钟 通常是顺时钟 比较不合人体工学了 用勺子 大铁勺这样和 慢慢的和 慢慢的和 让那个米粒 原来是下去的米粒 顺着这个锅子的沸腾 你一下去它就不沸腾了 可是就在它加热的过程里面 你就一直这样搅和 慢慢的搅和 然后不但要搅和之后 还要把它捞起来 再淋下去 连水连米一起这样做 那你就会发现到 那个米跟水就开始起泡 有的人会想说把那个泡捞掉 我看那个影片里面 那个广东人介绍 那个东西 他们广东人叫做米油 米里面出的油 其实不是油 它是一种 也讲不出来 它应该是一种蛋白质吧 就像那个做腐竹 或者是牛奶上面那层的玩意 类似那样 那不要捞掉 你继续这样做 继续这样做 刚开始到水是水 米是米 然后这样捞起来 然后随便捞起来 让它跟空气接触再掉下来 然后落到锅子里面 你这样子一直这样做 一直这样做 然后后来就是 就是你不要捞得太高 你就在那个捞起来一点点 透一下空气 就再把它和进去 捞一点就倒进去 捞一点就倒进去 反正这个动作没有停 就是从那个水开了以后 加米之后 一直是在搅和状态 没有停过 一直搅 搅到后来你会发现到 那个米跟那个水 产生了化学变化 然后那个姜汁越来越浓 越来越浓 从原来是清 水是水 米是米 现在后来变成 米跟水 开始越来越融合 越来越融合 然后再来就是 你继续继续搅拌 继续做这个动作 但是不要捞得太高 然后继续这样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你开始快 越来越搅 阻力越来越大了 因为它越来越浓稠了 那个米已经膨胀了 不到几倍了 就全部开花了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尝试一下 看看那个米粒怎么样 如果你继续这样熬下去的话 那个米粒全部都会化掉 整个开花 非常像膏状一样 这让我想到什么东西 想到有些小学读书的时候 说那个范中烟 范中烟 在家里穷 他读书的时候 每天煮一锅粥 然后那个 然后又在冰天雪地很冷啊 他拿刀子把那个粒化成这个八块 然后每餐吃一块 我当时想说 这个粒怎么能拿 怎么能够拿到冰柜里面 难道把它冰成冰块 那多难吃啊 实际上不然 因为他讲的那个粒就是这种粒 因为他已经米跟那个水已经形成膏状了 形成膏状了 实际上你不用你不用放冰箱你都可以切 因为他已经接近像膏状的东西啊 像米糕那样子的状态 你就直接可以切啊 只是只是那个切的 如果你刀子粒的话 你可以把它直接给他切成一块一块的 完全没问题 只是他切好了之后 他因为他软嘛 所以他又会又会又会接近融合在一起 但是每一片 每一个单元还是一样的 这就是我的心得 就是因为太热嘛 就想要熬粥来吃 那我第一次这样子熬 这个跟上一次吃到那个 我们那个 我们顾的那个阿姨 他熬粥的那个时代 跟现在相差了快要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 那所以这个耕肚状就是这样 有些东西你一直保持着好奇心的话 你迟早会去尝试 只是等到你有收集过够多的资料 观摩过够多的人之后 各种做法你了解之后 各种做法你了解之后 还有物性化性等等 你都更深入了解之后 你在下手尝试的时候 往往会一次就成功 就像我这个做 其实我刚刚讲过 那个阿姨讲是他们小的时候 小姑娘时代就在厨房里面帮忙熬粥 大人是不熬粥的 熬粥是交给小朋友 因为一直要货 浪费很多时间 还有很热 在厨房里很热 那实际上很多时候 他们吃粥的时候是冬天 所以在那边顺便烤火 那个炉子旁边顺便烤火 这就是五里不同风 十里不同鼠 各地的那个地方 风味菜 像这种粥以前我家 我不是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这种最好吃 而且最好看 每一粒米就是普通大米 我今天用的米还是一个橙米 也就是很久的米 不是什么高档的米 都不是 因为我就想用橙米 如果都能做的话 那你用什么高档的米 那应该更没问题了 所以光是一个饭这个东西 用稻子这个 用米煮出来的东西 就有白白种 广东人不是这样煮的 广东人的粥是 有一种做法是 他那个米 他把它洗过之后 他不是用 他那个沥过之后 他用那个开水烫过 就像烫面一样 把那个米烫过之后 然后再捞起来之后 再放在报纸上 铺在地下 我在那个广东这个 南海镇 南海镇 对了 我记得 以前站在市场 在广东南海镇的厨师 就这样做 非常好吃 他做什么东西都好吃 那我就说 你这个米这样 这样是什么作用 他说明天早上要煮粥用的 那今天下班以前先把它做好 先把它烫过之后 然后把它沥干之后 然后铺在地下 我说你铺在地下要干什么 让它干 因为它已经被烫过之后 让它产生变化 然后明天早上再把这个米 通通倒到锅里面去煮 就是早上喝的粥 那就刚刚讲的那种粥 就是这样做的 那因为最特殊 最特殊一点就是 水先烧开再下米 我不知道其他的 像比如说绿豆是不是这样煮 我还没看到人家绿豆怎么煮 我想用乳法炮制应该差不多 但是最主要就是 米这个东西的物理性质 跟化学性质 我们没有搞清楚 所以才会失之交臂 你看同样一个普通米 居然可以煮的这么漂亮 这么好吃 我想应该营养也更丰富吧 因为它成膏状了 那这个你吃干饭 也是这个米 但是你那个粥 那个粥这个东西 古人叫做米 米烂的米 那个台湾话讲粥 是讲米 米就是米烂的米 用汉字写的话 一个麻底下一个飞 那个字 底下一个米 那个字念米 米米之音的那个米 那就是烂的意思 米烂 不是 伤口米烂 就是这个字 所以那个显然它就要煮的 西饭一定要煮烂 以前人说有人生病的话 要熬粥给他吃 因为他容易消化 但实际上这么热的天气 吃熬粥来饮用 或者是要食用 非常适宜 那最后再讲一下 那个二十四节气里面 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 点开来看 我有一个节气 一个节气介绍 其中有一个秋老虎 秋老虎的意思 我小学老师讲的 讲的不对 那一时候就不对 我们就记着 他说秋老虎就是秋天很冷 你们要小心 容易着凉 所以秋天像老虎一样相反 秋老虎的意思是秋天应该冷的时候 突然会热 现在就是秋老虎 老虎会咬人嘛 所以秋老虎就咬人 像比如说 我中午吃完饭之后 骑车 我穿的特别短的袖子 就是让他晒太阳 一晒就全身都是大汗 我现在穿的是绿色的 吹了电风扇之后 把那汗吹干了 不然的话 你可以看我全身都是汗的 整个绿色都是湿的 那走到哪里随便动一下都是流汗 所以要喝大量的水 这就叫秋老虎 秋天应该冷的时候 反而艳阳高照 连虫子都在叫 像炎夏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地球整个暖化 气候异常的一个现象 大家不要坐等闲看 我曾经讲过 民国66年 1977年 我们家的那个桂元树 在秋天的时候开花 当时我们就吓一大跳 那时候的桂元跟芒果 都是一年开一次花 就那一年的秋天开花的时候 我就问我父亲 我说 这个秋天开花 这个芒果是怎么回事 我父亲也很惊讶 他说 这是一定是天有异象 那这个花开了 是不是这个桂元能不能吃 会不会接桂元都是个问题 没想到台湾的蜜蜂非常的勤劳 秋天开花的这个桂元跟芒果 照样受粉 然后就接着那个例子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摘下来吃的时候 我还像吃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样 还尝试着吃 看这个有没有问题 结果一点问题都没有 从那个1977年开始 台湾的这个桂元跟芒果 开始一年两搜 我记得非常清楚 在这之前是一年一搜 以上跟各位分享 这个食令的饮食 今天讲的是熬州大米粥 谢谢